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得很好 加油 今天是我参加大声朗读的第153天 非常好 谢谢你 很好 我们来先复习一下这首啊 不是复习 这首是新的 完全新的 这首叫做敲敲板 敲敲板 敲敲板 板翘翘 敲敲板 敢翘翘 一头低 一头高 一头低 一头高 你一翘 笑哈哈 你一翘 笑哈哈 我一翘 笑 笑笑 我一翘 哈哈笑 翘要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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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高,我低,你低,我高,你低,我高,对,非常棒,这首是敲敲板,我们再来一遍啊,敲敲板,板翘翘, 敲敲板,板翘翘,一头低,一头高,一头低,一头高, 你一翘,笑哈哈,你一翘,笑哈哈,我一翘,哈哈笑,翘呀翘,翘呀翘,翘呀翘,你高,我低,你低,我高,你低,我高, 非常好,很有趣的一首儿歌啊,我们来看下一首,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一首叫做小花鼓, 小花鼓 哎,出问题了吗 是把自己按mute,你要,你不能把自己mute 对,你自己mute之后就不能按mute了,所以你要一直打开声音啊 来,小花鼓 小花鼓 一面小花鼓 一面小花鼓 鼓上画老虎 鼓上画老虎 小锤敲破鼓 小锤 小锤 敲破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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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鼓 妈妈用不补 妈妈用不补 不知是不补骨 不知是不补补 对,还是不补虎 还是不补虎 哎,这首绕口令啊,就是鼓跟虎,还有鼓都是押韵的 我们再来一遍 你不用把每个字都认出来啊,你就跟着我那个把它读出来就可以了 一面小花鼓 一面小花鼓 鼓上画老虎 鼓上画老虎 小锤敲破鼓 小锤敲破鼓 妈妈用不补 妈妈用不补 不知是不补骨 不知是不补补 还是不补虎 还是不补虎 对 不知道是要补骨还是补虎 好,你不要说了啊 不知道是补骨还是补虎 好,我们再看下一首叫做一个箭 一个箭 对,箭就是箭子 这个踢的东西叫箭子 一个箭 一个箭 一两半 一两半 打花鼓 打花鼓 鼓 绕花鼓 对 里梯外拐 里梯外拐 八仙过海 八仙过海 九十九个一百 九十九个一百 我们来把这个两句连起来读吧 一个箭 一个箭 踢两半 一个箭 踢两半 打花鼓 绕花馅 打花鼓 绕花馅 对 绕花馅 里梯外拐 里梯外拐 八仙过海 八仙过海 九十九个一百 九十九个一百 非常好 我觉得它可能不是九十九个一百加起来 而是说 它踢一下数一下 踢一下数一下 数到九十九个了 然后下一个就是一百了 可能能连续提一百个吧 还是挺厉害的 然后我们现在遇到一首古诗 我们一起把它读一下吧 这首叫做提都城南庄 对 那个艾丽丝跟我一起再读一下 提 都城南庄 南庄 对 这个提就是在墙上写字的意思 然后呢 都城就是他们的 一座城市 做很大的城市 南庄就是南面的一座村庄吧 然后作者是唐崔户 唐崔户 对 去年今日此门中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应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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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很多Н �ög發 问不知何处去 对,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桃花依旧笑春风 好的,我们来读第二遍 去年今日死门中 去年今日死门中 人面桃花香蕴红 人面桃花香蕴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你不用看着每个字把它认出来的啊 主要是跟着我跟读一遍就可以了 刚才也这边读的非常好 我们来看 这首是想学语文课本上来 好,再读一下 这首题目叫做《雪地里的小画家》 雪地里的小画家 下雪了,下雪了 下雪了,下雪了 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 雪地里的小画家 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 小鸡画竹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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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狗画梅花 小鸭画竹叶 小鸭画竹叶 小花 小鸭画竹叶 小马画月牙 小马画月牙 不用颜料,不用笔 不用颜料,不用笔 不就成一幅画 不就成一幅画 小熊为什么没参加 小熊为什么没有参加 他在树洞里睡着了 他在树洞里睡着了 是的,这个跟我们的课本有点不一样 课本上是青蛙,这也是小熊 但是青蛙跟小熊一样都是要冬眠的 然后还有刚才我没有把这个R画音读出来 如果是竹叶,枫叶 对不对,但是我不大会读 还有梅花 我们还是不读R画音吧 好,我们再来一遍哈 下雪了,下雪了 跳雪了,下雪了 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 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 小鸡画竹叶 小鸡画竹叶 小狗画梅花 小鸭画枫叶 小花花花 小花花 小花 小小小小 小鸭 小鸭画枫叶 小马画月牙 小马画月牙 不用颜料不用笔 不用颜料不用笔 几 几步就成一幅画 几步就变成一幅画 几步就变成一幅画 小熊为什么没参加 小熊为什么没参加 他在树洞里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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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好 你们两个小朋友不要打呼了啊 好,我们最后一分钟我们可以把这首再读一下 这首叫做摇篮歌 摇篮歌 第一段作者的名字叫猪香 猪香 我们来读一下春天的花香 春天的花香 真正醉人 真正醉人 一阵阵温风 一阵阵温风 扶上人参 扶上人参 你瞧日光 你瞧日 你瞧日 日光 他移的多慢 他移的多慢 你听蜜蜂 你听蜜蜂 在窗子外哼 在窗子外哼 哼哼哼 睡呀宝宝 睡呀宝宝 蜜蜂飞得真情 蜜蜂飞得真情 对,非常好 我们来读最后一遍 春天的花香 春天的花香 真正醉人 真正对人 一阵阵温风 一阵阵温风 温风 温风 他移的多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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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蜜蜂 你听蜜蜂 在窗子外哼 在窗子外哼 睡呀宝宝 睡呀宝宝 蜜蜂飞得真情 好的 非常好 我们今天时间就够了 我们来到最后一页吧 今天我和44人一起大声朗读 我觉得我很高兴 你觉得怎么样 Alice 很开心 好的 谢谢你 你的每个咬字是非常清楚的啊 然后长句子也跟得非常好 谢谢你 谢谢你来帮我们领读 把录一下